是羊柑橘开孕茶 那里面成分就是 有羊柑橘用两钱 粉红玫瑰用一钱 然后蛋竹也用一钱 百合两钱 枸杞用三钱 为什么用这些茶饮的组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春天之后 就是要羊柑嘛 那羊柑的话 我们用两道药材 就是羊柑橘和粉红玫瑰 这两道药材都是可以梳干礼器 那尤其是羊柑橘 大家可能不陌生 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 它有镇定 对 羊柑橘茶 它有镇定安神 可以帮助睡眠作用之外 其实羊柑橘它有清干明目 跟抗发炎止痛的作用 所以有时候 你因为这个神经紧张 造成的头痛 肌肉酸痛 筋痛 其实喝羊柑橘 都可以得到很高 就羊柑橘跟我们 就是一般喝的那种菊花茶 那种菊花 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一个是中 一个是中医古代药材 就是菊花 这个是属于西洋来的 这个也是类似 但是功效上很类似 都是有清干火跟明目的作用 好 那再来介绍这个粉红玫瑰 粉红玫瑰 所以一般我们去中药采行买的时候 有两种玫瑰 一种是红玫瑰 一种是粉红玫瑰 都是有蔬干礼器的作用 但是这种粉红玫瑰的香气比较香 而且它还有去油解腻的作用 给去油的大鱼大肉之后喝 对 我们一般常听到什么 玫瑰蜜枣茶用的玫瑰 就是这种粉红玫瑰 那再来就是淡竹叶 为什么用这个淡竹叶 淡竹叶有清新火的作用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这个今年的这个碎次 正好是魁四年 是水火相克 燥不安 容易焦躁 所以我们吃一些淡竹叶 可以帮助我们清新火 然后再加上这个百合 百合我们知道 它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也可以让我们情绪上比较稳定 那另外刚刚前面讲到 我们肾水会不足 心肾不焦 所以肾水不足 那肾水不足 我们就吃一些大家熟知的枸杞 它除了可以养肝明目之外 它可以滋补我们的肾气 所以可以让我们肾气比较充足 那要提醒大家 这道茶饮的话 因为这个羊柑橘跟粉红玫瑰 它有通筋活络的作用 所以其实孕妇是不宜的 所以如果孕妇要喝的话 可以我们把这两个羊柑橘跟玫瑰拿掉 我们就用这个淡竹叶 百合跟枸杞泡来 其实也有开孕的作用 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孕妇朋友 如果你要喝这道的话 那就是羊柑橘跟粉红玫瑰把它拿走 没错